你找谁啊 你好 我是杜的设计师丽薇薇 我来跟您谈合作的 你不是玲珑的设计师吗 玲珑现在跟杜在合作嘛 所以这次我代表杜过来的 请 李小姐 你今天身上的香水味 真的很不错 我不擦香水的 我还是介绍一下 我们的产品吧 坐坐坐 杜作为一线的婚纱礼服品牌 深刻理解时尚的含义 力求把美的诱惑 蕴含于柔和的曲线之中 为了配合辉煌鱼乐的气质 我们将推出魅惑系列礼服 力求通过凹凸的人体 韵律体现妩媚和神秘 让人产生探究的冲动和 一探究竟的业性 一探究竟的业性 这个提问 为了掌握 也真是煞费苦心啊 相信穿上了杜的礼服 辉煌娱乐的明星们 一定会让万千粉丝为之 忘乎所以 为之癫狂迷醉 沉溺至死 我也快被勒死了 原来在你们杜的眼里 我就是喜欢这种露骨的夜店风吗 这能是露骨夜店风 简直是猥琐不要脸风 我是说啊 我想之前那个设计师一定不太了解 刘总您的喜好 才会写出这么扯的设计理念 不然这样好了 您跟我说说您的喜好 我再重新帮您设计一下 您要是想了解我的喜好呢 我觉得您应该好好的了解了解我 这种了解 就不是一两个小时可以解决的了 那再多加半个小时 何必那么着急呢 依我看 不如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儿 我这儿很清静 就我们两个人没人打扰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今天准备的不太充足 要不这样好了 我回去准备一下 我明天再过来 我这儿什么都有 住起来很方便 不用准备 我说的是心理准备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这儿挺难叫车的 我想上个洗手间 在哪儿 我等会儿回来啊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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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